《叶子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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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用的药我们看一下 《叶子叶梗》 我们这次不用梳梗 不用梳叶而用梳梗 因为梳叶它过于瘟灶 在味气上液的时候 我们上次讲到过了 可以用苏梗 苏梗这个药既能生又能降 而且能够什么呢 能够礼气 用苏梗 香腹 扶手 玄腹花 橙香 橙香这个药价格非常非常昂贵 我们使用起来要注意 一般来说用个三克两克就可以了 用个三克左右 最多用到五克 要厚一下 如果说 又要降气 又要消倒的 用橙香取 用另外一种炮子的方法 橙香取 那么这个价格要比较便宜一点 其他的就是无鱼和川莲 黄莲 那个是左晶丸的一个防疫 所以这是我们说干气范胃的呕吐 我们要酥干礼气和合胃降腻 用四气汤或者用半下后补汤 如果有肝胃有预热的 我们要用左晶丸来治疗 那么这里呢就是在我们舍症里面呢 我再简单的给大家介绍几个药物 就是讲到我们干气范围或者是胆气范围导致胃气上腻出现受到梗阻 受到反流 出现受到反流这样的情况 那么我们除了变症润之外呢 还可以用哪些药物呢 那么我们请大家 第一个我们可以用一些 用一个广木香和广玉精这两个药 因为这两个药从我们现代药里来说 它的 它的一个力胆的作用非常非常好 第二个药物我们可以用一个青皮 再加上什么呢 再加上刀痘壳 青皮和刀痘壳 这两个药都是降腻降气的 特别是刀痘壳 在我们吃到反流胃碗着了的感觉 就是经常一些酸碎吞酸 然后你在胃经上面做出来 也有说你这个人有胆子反流 用点青皮 用点刀痘壳 对胆子的下降有一定的帮扶 这个 当然西医里面也可以用 西药里面 比如说我们经常知道的 马丁磷 西沙比利 这些药有类似的作用 这是我们讲的 是症的两个类型 虚症的 第一个阵性是脾胃虚寒症 或者叫脾胃气虚症 那么它的特点呢 是饮食稍又不剩 就容易呕吐 食坐食指 是脾胃的功能 脾胃气虚 脾胃阳虚 我们教材上面呢 有三个阵性 第一个脾胃气虚症 第二个脾胃阳虚症 实际上有两个阵性就各可以了 就是说实际上这是脾胃气虚 就更脾胃虚寒它是一个类型的 那么我们重点讲脾胃虚寒症 那么或者说脾胃气虚症 进一步发展 那就是脾胃虚寒 或者脾胃虚寒 轻的时候含相不显著的时候 那就是脾胃气虚症 那么这两个阵性差不多都是同样的表现 饮食稍微一点不谨慎 就平反的恶心恶吐 食坐食指 而因为它的特点是脾胃阳气不足 不能够受纳 不能够蕴化而引起的 因此它引识不胜的手汤 马上就要吐 间有的症状 如果说脾胃气虚 那是倦怠乏力 大便可能一些糖 那么如果是阳气虚弱呢 面是白 而且手足发冷 手足凉 那是脾胃的阳气虚弱 如果说脾胃气虚 它是淡而太白 那么脾胃可以乳脾 那么如果是脾胃阳虚 那么就吃蛋白或者胖 边有齿印比较明显 那么脾胃是成细或者细脾 所以如果说是脾胃气虚为主的 那么我们可以用香沙六菌子汤来进行加减 香沙六菌子汤 我们要知道这些方式的演变 有四菌子汤 四菌子汤加上橙皮拌下 变成什么 变成六菌子汤 四菌子汤是补气的 加上橙皮拌下呢 它有些补气 健脾和胃作用 然后再加上木香沙人 就是香沙六菌子汤 那么我是做肝病的 所以我在临床上还用什么一方式呢 我香沙六菌子汤我不用了 用龟勺六菌子汤 在有些慢性肝病的过程当中 它有气虚的 用当龟刺白勺 然后再用六菌子汤 再根据病人病情加减 这也是治疗肝病里面 有脾胃虚弱的 一个比较好用的一个方式 那么如果说是一个脾胃阳虚为主的 那么我们就用里中汤来治疗 用人参干姜白柱干草来加味 所以常用的药 那就是四菌子汤为主 再加上一些温中温阳的药物 像党参白柱 茯苓干姜 杀人 橙皮拌下 无语等等 那么这里在我们教材的脾胃阳虚症里面 有一个加点 叫做藕土清水 不止可以加无语于生姜 这个加点实际上有一张方子 就是无语于汤的意思 无语于汤 无语于汤是我们三寒润里面也有 金贵里面也出现的 主要是三寒润里面出现的 它是肝额图咸膜 而木悬的用无语于汤来治疗 是在菌兵片出现的 那么这张方子实际上 临床效果还是蛮好的 我们放几个背过的嘛 叫做阳敏含耳少阴力 绝阴头痛也能保 这个就是阳敏含耳 脾胃阳气虚弱 那么胃气丧腻 而导致恶性恶吐 我们可以用无语于汤来治疗 当然后面我们讲到七穴的时候 还会讲到无语于汤 讲到头痛的时候也有类似的 所以这一框子我们要记住 刚才我们说了呕吐的十阵 有这么几个阵型 有外邪范胃 十次内停 有痰隐症 有肝胃气腻这样的情况 那么虚症呢有脾胃气虚 脾胃虚寒 还有一个阵型是胃阴亏虚 那么胃阴亏虚它主要是胃中的阴亦不做 或者脾胃都有阴虚 那么导致了胃是润降 这里就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经常说脾胃有气虚 有阳虚 脾胃虚寒 那么也有什么呢 脾胃阴虚或者说胃阴虚 但是我们讲脾阴虚呢 讲的不是很多 实际上就劈开我们这个胃阴亏虚的呕吐而言 脾胃阴虚在临床上也是经常可以见到的 那么当然我们说 呃 一般我们论述的不是太多 那么脾胃阴虚呢 它主要的表现为脾的一个论的功能呢 也是长了 当然脾胃阴虚跟脾胃阴虚往往联系在一起的 讲的比较多一点 但是我们说呃 在我们脾胃阴虚的时候 治疗跟单手的胃阴虚还有所区别 因为在我们说 因为是胃是主降的 脾是主升的 在脾胃阴虚的时候 往往还会用一些什么 呃 山药啊 黄芪啊 这样一些 鉴于脾胃 鉴于补皮 补皮一气 再加上一些养阴的药物 那么胃阴虚这个阵型呢 它的特点是死死干呃 恶心 那么如果说呃和吐在这里有所区别的话 在这里有一定的区别的价值 就是在我们胃阴虚的时候 因为它胃中的阴液不足 所以它胃内容物里面的 呃 跟阴经有关的内容物 它就不是很多 所以它吐出来的东西也不多 是死干呃 恶心 那么最最主要的症状 第一个是嘈杂伺机而不于食 或者嘈杂伺机而不于食 这是一个胃阴不足 不能够乳润的表现 坚有的症状 口罩咽干 那么有一些阴虚有一些经伤内热 而且它这种呃吐 或者嘈杂含一个特点叫做烧食之障 吃了多一点稍微吃一点东西它就障 或者叫时候之障 我们前面讲过了它是一种胃酸缺乏的表现 所以治疗的方法呢 我们说要养阴和胃 润降而止而用麦门冬汤 这个方计选择也是蛮好的 我们说在胃阴亏虚的时候 我们当然可以用沙生麦冬汤 也可以用意味汤 但是为什么用麦门冬汤呢 它就是说体现了它这个治疗的原则 既要滋养胃阴又要合胃降丽 合胃降丽用什么药 麦门冬汤有一个半项 所以这里我们也有一个复习思考集 就是说胃阴不足可以出现胃痛呕吐一格 它们的病机它们的治疗有什么异同 这个我们小本子上也有 但是我们也可以思考思考 咱们治疗它们的代表方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选这样的代表方 这个问题我们到讲完一格的时候 我们再来说一下 常用的药物麦冬 麦冬党生百杀生石祸 乌梅甘草玉卒伴下骨牙 从这个常用的药物里面就是有这么几类 第一类是养胃婴儿生精的 第二类是合胃降丽的 那么再加上一些骨牙等跟消导药 临床的加减 额吐比较明显的加上枇杷液 加上诸如来合胃降丽 如果说有一些内热偏盛的 可以加少量的黄莲来清清热 如果经伤比较明显 大便也比较干燥的 那加上一些润肠 而养阴润润肠通便的药物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常见的这么几个症心 而在这几个症心里面 我们说持症里面 我们把谭足宗主症 谭饮内庭症 作为一个重点来记忆的症心 在虚症里面 我们把未因窥虚症 作为一个重点记忆的症心 其他的疗法 我们这里简单的介绍 第一个针灸 针灸最好的学位是什么 呕吐 我不知道 内观 内观是针灸的最好的学位 没有针怎么办 恰恰内观 也有止吐的作用 那么简易方呢 有很多很多 介绍一个简易方 生姜 你有恶性呕吐的病人 你可以在煎药的时候 后下放几片生姜 含恶性呕吐 你可以把生姜 比较嫩一点的生姜 捣烂了 取生姜汁 放点在药里面 滴几滴生姜汁在药液里面 或者说一滴到两滴 在病人的石头上面 那么它可以有止呕的作用 所以这是我们简单的介绍 欲望护理 那么生活起居 情字 饮食等等 我们注意一些 那么在服药的时候 要选择刺激性小的药物来服用 否则呢 随乎随土更伤胃脂 而且效果没有 那么服药的方法 以少量平服为主 减轻味的负担 介绍我们自己看看 我就不多说了 用药的临证药点呢 我们看一下教材 第一个 叫半下是植藕的主药 这个是不错的 半下在我们的方计里面 在我们的辩证论子里面 很多很多阵型里面 都用到半下 半下 何谓降丽之恶的作用 也是很不错的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大黄甘草之恶吐 这个我们要注意的 在我们的金贵药里面讲 叫食入几土者大黄甘草汤组织 用什么意思呢 是大黄甘草汤组织的恶吐 是胃中有热 食入几土的 用大黄甘草汤 第三个 针灸蛮好的 第四个 不可见恶子恶 第五个 病发症很多 要注意 那我们再说 在结合这个几点 再讲一下 林郑云要点 有这么几点 第一个 用药气味要平和 不要用心灶物测制品 因为病人 本来就恶心恶吐 不想吃东西 那么药物肯定要 轻轻的为好一点 平和的药物为好一点 所以我们前面讲到过了 有一些虫类药 卤橡默药 这样一些心味比较重的 气味比较重的 我们尽量不要使用 第二个 药物要浓尖 少量多次平复 那么为了避免食入击吐 第三个 注意病因 不可以见偶执偶 见吐执 我们说 偶吐是一个症状 这个症状有的时候比较重 病倒不一定很重 症状比较轻 到病还有一点重呢 那么特别要注意它的原因 比如说 如果你是由于物失的毒物 或者是暴影暴影引起的 我们要催吐 还不能止吐 那么如果说 这种病人是一个 尿度症状期的呕吐 它往往有一个这样的 慢性疾病的病死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突然最近出现明显的恶心呕吐 我们要观察它 观察它病情的进退 要注意它的病情的反复变化 当然长期的呕吐 我们还要注意它 精气的受伤 那么顽固性呕吐 必须明确诊断 你到底是慢性胃炎 还是癸痒病 还是神经性呕吐 还是有一个恶性肿瘤引起的 还是尿度症引起的 还是其他原因 原因很多 必须要明确诊断 那么呕吐热酒 由于呕吐之后精气受伤 或者是长期不能够进食 气血深化发源 会出现种种的辩症 所以我们要必要的时候 要中西极核治疗 或者说必要的时候 我们要给它输液补充营养 那么不能进食的时候 甚至就是联系到 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病例 我们都给它静脉高营养 在静脉里面挂脂肪领 不进过胃 那么也对它能够维持 否则病人没有营养 它肯定肯快就要摔击 要导致死亡的 所以呕吐热酒的时候 我们还要注意到它一些辩症 这是我们呕吐所要讲的 主要的内容 下面一个病 我们要讲一下一格 阿尔丝 吃